台积电再美欲冷就想回头找大陆 想靠着28纳米芯片在大陆称霸吗 我看啊没戏 大家好我是李哲 前段时间台积电不是跑去美国建厂了吗 你看第一次赴美建厂被美国坑的爹娘都不认识 现在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 美国给了点优惠政策又脸贴冷屁股去了 好那这不啊 你看又被美国坑了 想转头回大陆抢占抢占市场 观察者往消息台积电董事长 他在台积电的第二季度的业绩说明会上透露说 由于台积电在美国的芯片厂遇到了困难 原定在2024年量产的4纳米芯片延后到2025年 与此同时台积电为了回回血 按照计划扩充南京台积电28纳米的产能 可话说回来 这次台积电去美国建厂不是美国威逼利诱去的吗 那台积电在美国遇到了什么困难和平静啊 事实上台积电在美国遇到的困难 全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为了更好的遏制中国发展 拜登政府试图把半导体行业都聚集到美国去 以便更好的控制和禁止这些企业 对中国出口高端半导体芯片 需要注意的是 拜登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完全无视了市场规律 会导致全球的半导体产业产能整体下滑 而台积电作为其中一员自然受到影响了 此外美国当时真是十足的把台积电给骗到美国 你看给台积电当时开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 不仅承诺给台积电援助 还要在政策上给台积电开绿灯 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的桥段 台积电已经是上过一次当 第一次赴美建厂的时候 美国也是开出类似的条件 结果把它确实是骗到美国 但是好景不长 两次美国都出尔反尔 不仅承诺的资金不到账 还安排人去台积电享福 说好的政策清洗 那都是没有影的事 与此同时 由于拜登政府出台的 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政策 台积电所占的市场份额 它是不断地在减少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再算上美国高昂的人工费和材料费 台积电在美国遇到的困难 简直是令它难以承受 面对在美国遇到的种种阻碍 台积电非常果断地选择逃避 重新回到大陆的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 台积电计划扩产的28纳米芯片 是为了和大陆半导体企业抢夺市场 作为目前在民用市场 应用最广泛的芯片 28纳米的芯片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中国市场就那么大 大陆已经实现了28纳米芯片技术的全覆盖 所以说台积电想要靠着28纳米芯片 在大陆市场称霸 我看这不太可能 目前大陆的28纳米芯片 已经是趋于饱和 台积电在南京扩大产能 直接导致的后果 就是会有更多的芯片下场 去抢夺大陆芯片的市场份额 由于台积电28纳米芯片的产量 或者产业 它确实更比大陆方面成熟 这也就意味着台积电 有机会用薄利多销的方式 来抢占市场 但是这也不算什么坏事 台积电的下场 可能会促进大陆芯片行业的 更快发展 帮助大陆相关企业 加大研究力度 让大陆芯片能够更好地走向 国际化 说句实话 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台当局 他们都是既吃不既打 一门心思地胳膊肘往外拐 台当局和美国政府签订的 所谓21世纪贸易协定 把台湾地区的市场拱手 让给了美国人 台积电被美国政府骗了一次 还赶着骗第二次 现在遇到困难了 想倒口气回大陆喝口血 台积电其实和台当局一样 根本看不穿美国的狼子野心 或者说他们心知肚明 但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有自信与美国共舞 从美国手里捞点好处 但是我看最后的下场 都只能沦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 和一个小小的炮灰 好 今天的绿植观察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